亲爱的弟兄姊妹 主日平安 那我们今天呢 会继续来看 哥林多教会纷争的问题 稍微给大家 怎么说 稍微回顾一下 那哥林多教会的纷争 是由于信徒 将自己与不同的教会领袖 联合所致 用他们的话说 就是我是属保罗的 我是属亚波罗的 我是属基法的 针对这一严重的问题 保罗为我们开具了 四个属灵的处方 来处理这个问题 第一个处方就是在基督里面 第一个就是提醒信徒真正的身份 是在基督里面 是要与基督联合 而非与自己喜欢的教会领袖 不健康的联合 第二个处方是十字架的福音 保罗指出基督徒要真正地认识 要真正地认识并活出十字架的福音 十字架击碎了人的一切的骄傲 一切的自夸 就是让人 不要以人来夸口 不要与领袖进行这种不健康的连结 第三个处方是圣灵 保罗强调真正的智慧不是这属世的 不是这有位有权的将要拜王之人的智慧 而是圣灵所启示的神的智慧 那第四个处方呢 就是要正确地看待教会的领袖 上次讲到我讲到了 这第四个处方的前半部分 就是你们是属于基督的 这个提醒我们信徒 我们不是属于教会领袖 包括教会领袖在内的 万有都是属于信徒的 而信徒是属于基督的 这个不要搞混了 那教会的领袖不仅是神田地上的工人 是神圣殿的建筑师 教会的领袖也是神家的管家 今天我们就来看这第四个处方的下半部分 神中心的管家 如果可以的话 请你与我一起打开你的圣经 翻到哥林多前书四章一纸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 你也可以来看我们的屏幕 起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 为神奥秘式的管家 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 我都以为极小的事 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 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 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 但判断我的乃是主 所以时候未到 什么都不要论断 只等主来 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 显明人心的意念 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 弟兄们 我为你们的缘故 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 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 免得你们自高自大 贵重这个轻看那个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什么呢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 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你们已经饱足了 已经丰富了 不用我们 你们自己就作王了 我愿意你们果真作王 叫我也得与你们一同作王 我想神把我们使徒 明明列在末后 好像定死罪的囚犯 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 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我们为基督的缘故 算是淤浊的 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 我们软弱 你们倒强壮 你们有荣耀 我们倒被藐视 直到如今 我们还是又饥又渴 又赤身陋体 又挨打 又没有一定的住处 并且劳苦 亲手做工 被人咒骂 我们就祝福 被人逼迫 我们就忍耐 被人毁谤 我们就善劝 直到如今 人还把我们当作 世界上的污秽 万物中的渣滋 我写这些话 不是叫你们羞愧 乃是警戒你们 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 你们学基督的师父 虽有一万 为父的却是不多 因为我在基督 耶稣里用福音 生了你们 所以我求你们 效法我 因此我一打发提摩太 到你们那里去 他在主里面 是我所亲爱 有忠心的儿子 他必提醒你们 纪念我在基督里 怎样行事 在各教会 怎样教导人 有些人 自高自大 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 然而 主若许我 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 并且 我所要知道的 不是那些 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 乃是他们的全能 因为神的国 不在乎言语 乃在乎全能 你们愿意怎样呢 是愿意我带着行杖 到你们那里去 还是要我存着 慈爱温柔的心呢 这是神的话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谢谢你 将你的圣言 赐给你的百姓 好让你的百姓 行路的时候 不至于跌半 主啊也愿你 亲自用你的圣灵 来启示你的话 给你自己的百姓 求你亲自来教导我们 也求你 捷径孩子的扣 使你的道不打折扣的 能够被传讲出来 使我们每一个听的人 都有一颗温柔 受教的心来领受 求主带领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基督徒该如何 看待我们自己 教会的领袖 教会的领袖 对我们基督徒而言 又是什么呢 这里面一开始 保罗就说什么呢 基督的执事 神奥秘式的管家 基督的执事 神奥秘式的管家 基督的执事 执事又做仆人 基督的执事就是说 教会的领袖是 基督的仆人 教会的领袖是仆人 不假 他们首先是基督的仆人 而非你我的仆人 作为基督的仆人 他们要做的就是遵照 基督的吩咐 来做基督的事 教会的领袖也是 神奥秘式的管家 什么是神奥秘的式呢 就是神在万事以前 就预定我们要得荣耀 那在以前所隐藏 如今 因着圣灵 在基督的实价 来向我们 沾响出来的福音 我们知道管家 在古代大户人家 家主通常都不是 自己来直接管理自己的家 他是托付给管家 来由他代管主人的家 我们知道这里面说是 教会的领袖 是神的管家 是说什么呢 是说神他从众仆人当中 拣选一些人 来承受这个管家的职份 因着神的托付 来去照看神的家 来去照看教会 来去管理福音 而且管家通常在古代 他通常是从 是有仆人 是从奴仆当中 选出来的 但是 不可因为管家 因为是奴仆 其他的奴仆就说 你跟我都是奴仆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而轻看了这些管家 因为 当你轻看 神所拆派的管家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在轻看 拆派管家的神 当然他们是仆人 跟你一样 但是因为他们承受了 神的拆派 因为他们承受了 神的托付 所以他们有这样 管理神家的一个权柄 所以不仅不要轻看 反而要格外地敬重他们 这是提到 我们当如何看待 教会的领袖 就是教会的领袖 是基督的仆人 是神 奥秘式的管家 那对管家的要求呢 忠心 也就是说是忠心 可靠 信实 根据这个 Webster的解释 忠心是什么 就是在情感上 不改变 效忠 也是指 赤手 诺言 尽知 尽责 你会看到 圣经啊 他在讲到 对管家的要求 对领袖的要求 跟这个世界 他对这个领袖的要求 是不太一样的 耶稣他在提到 管家的时候 他说什么呢 谁是那忠心 有见识的管家 主人派他管理 家里的人 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耶稣提到管家 他提到了什么呢 忠心有见识的 而且他提到 管家得奖赏的时候 再次提到说什么呢 好 你这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 我要把许多的事 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 你主人的快乐 这里面提到 又良善 又忠心 而在希伯来书 里面提到摩西的时候 他说摩西是什么 摩西是在神的全家 尽忠的仆人 而保罗 他在哥林多前书七章说 是自己蒙了主的怜悯 能做忠心的人 包括保罗 他称提摩太 忠心的儿子 他称他的仆人也是 他的同工是忠心的同工 你会看到 不管从旧约 还是新约 包括从主他 提到这个管家的时候 他的要求 最重要的是什么 忠心 要faithful trustworthy 因为看到 这种讲法 在我们这个 现代的社会当中 却有一些不一样 现代社会 对领袖的看法 是什么呢 他对领袖的要求 是什么呢 你如果Google一下 你查一下 对领袖的要求 可能你会找到 内下的这些资格 善于沟通 激励人 解决问题的能力 基本上你去看这些 所有的这些要求 可以总结起来 就是要成功 就是可以带领 这个机构来成功 但是圣经你会发现 成功好像很少提到 说教会的领袖 要成功 而是忠心 其实这个也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在世俗的机构 领袖就是绝对的头 他要激荡大家 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好 然后让大家 就越来越信任他 可以把这个事情 得到共同的利益 而管家却不是 是教会的头 管家是 基督才是教会的头 所以管家是替基督 来去管理 基督的家 神的家的 所以最重要的是 他有没有 忠于主给他的托付 有没有按照主的心意 去管理神的家 这个才是更为重要的 我们比方说 可以看旧约一个例子 我们知道在北国 以色列 他的第七任的国王 叫做亚哈王 大家有印象 亚哈王可以说 史学家跟圣经讲法 完全不一样 如果你看史学家的 记载的话 就是整个北国以色列 他在亚哈王统治时期 可以说他通过 这种政治的联姻 通过各种的 这种军事的联盟 是当时的北国以色列 达到了国力最强盛 而且他在版图 达到了最大的时候 所以说从史学家的眼光来看 其实亚哈是一个非常 怎么说能干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政治家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君主 可是你读圣经的话 你会看到圣经的讲话 跟这个很不一样 在这个《列王记》上 十六章三十节 这里面这样对亚哈 有一个盖棺定论 说暗利的儿子 亚哈行 耶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比他以前的《列王》更深 大家能够感受到 这种张力吗 从史学家的眼光 他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 他是成功 可是你会看到 在圣经的作者 其实圣经的作者的角度 其实就是神的角度 圣经看他们说 看他说却是一个不忠的仆人 因为这个亚哈王 他不仅继续了耶罗伯安 让这个百姓陷在这种 拜金牛祖的这种拜坏当中 而且他娶了耶洗别为妻 这是一个拜偶像 可以说你看旧约的声音 可以说是罪恶的一个王后 然后引导整个国民去拜巴黎 给偶像建庙 祝坛 照世界的标准 亚哈是一个成功的国王 可是在神的眼里 却是一个不忠的仆人 这其实也是给我们 基督徒一个很好的提醒 就是说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我们也在教会当中服侍 我们要问自己 我们追求的成功 在神的眼里 看来又是什么呢 我们以为很重要的 神是否也同样认为 是重要的呢 其实神对服侍他的 只有一个要求 要忠心 做忠心的管家 忠心就是尽心尽意 尽力来去爱神 不行不忠的事 比如将会中影像拜偶像 忠心也是对神 所托付的福音忠心 忠心的领受 忠心的传讲 不谬讲神的道 不仅让福音来改变我们自己 也要忠实地教导会中 帮助所有的人 来活出福音的生活 这是讲到第一个方面 就是教会的领袖 是神 忠心的管家 接着我们往下面看 就是教会的领袖 作为管家呢 他是要向神负责 从另外一个角度 也是他不是向人负责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角度就是从 谁是审判的角度 第二个是 什么时候审判的角度来看 那教会的领袖 有谁来判断 有谁来审判的呢 我们理所当然的 当然是我们的会众 他们是我们选的嘛 其实保罗当时 他正是面对着 当时哥林多信徒的判断 大家注意 保罗当时正在经历的 就是被教会来去审判 因为保罗他 他虽然有权柄 可以靠着教会的攻击 但是他没有使用 然后呢 这些人就攻击他说 他不像彼得一样 说他不是真的使徒 还有的人说他是 质疑保罗的服侍动机 说他不是出于诚实 而是为了某种利益 你知道啊 作为一个服侍的人 当他服侍的身份 当他服侍的动机 被人质疑时 这个对于服侍的人来说 会造成很负面的影响 可是保罗说什么 保罗却说 我被你们论断 或被别人论断 我都以为 极小的事 大家注意啊 极小的事 而且他还加上 连我自己 也不论断自己 保罗他 说明他很清楚的 他非常清楚 他自己服侍的动机 他不是为了 讨人的喜悦 也不是为了实现 自己的自我价值 来去服侍的 他完全就是 忠于神的呼召 来讨神的喜悦 单单是为了主 来服侍的 也因此啊 你会看到保罗在服侍的时候 他是有这种自由在里面的 你知道如果我们是为了讨人的喜悦 或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 利益来去服侍的话 你会发现你服侍起来是很苦的 你没有自由的 但是真正的服侍是说 不讨人的喜悦 也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 或者自己的这种利益来去服侍 而是单单讨主的喜悦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得到自由 才能是一种喜乐的服侍神 那保罗说 他说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 听起来很清高 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 他是说什么了 他是说他非常清楚 他对自己的评估 也不作数的 我们中国人经常说什么 我们做人要做到什么 问心无愧对吧 问心无愧 但是试问一下 有几个人能做到真正的问心无愧 那问心无愧 是不是也是我们基督徒的追求呢 我们做到问心无愧的就好了 我经常听到有一些弟兄姊妹 在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 那我问心无愧了 可是这个是不是 圣经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要求呢 不是的 基督徒要面对的最终 不是我们自己的良心 而是神他自己 我们要解决的 不是如何安抚自己的良心 而是如何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称义 这个才是更重要的 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 可以被称为义 包括保罗在内 因为我们都犯了罪 都亏缺了神的荣耀 因此我们基督徒面对的 基督徒的态度不是说自满 不是说我自己不责备自己 我的良心过得去就好了 我问心无愧就好了 基督徒从来就不是这样的 基督徒是说什么呢 我们要常常以彼此相爱为亏欠 真正服侍的人 他是常常觉得我是 爱弟兄姊妹是亏欠的 我在服侍上是亏欠的 因为神给我的恩太大了 我完全是神的恩典 因为发现当我们说 我已经人之意尽了 我已经问心无愧了 基本上这个时候 就意味着他要放弃了 他不想再继续了 因为看到圣经不是 圣经对神的仆人不是这样教导 我们要常常服侍神 服侍神的时候 要常常亏欠 与众亏欠的心 才能激励我们 更多更好的去服侍 教会的领袖需要真正地面对 是那位招我们的主 因为他才是真正的审判者 所以真正审判教会领袖的 不是会众 甚至都不是他自己 不是他自己的良心 而是最终那位要审判 要判断他的主 既然主是最终的审判者 这不仅是对教会领袖 对我们每个基督徒将来 都要面对神的审判 也就是说当我们知道 神是最终的审判者的时候 我们知道人对我们的判断 包括自己对自己的判断 其实重要 也就不重要了 这个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特别是如果我们是那种 讨好型的一种人 或者说我们的良心 过度地敏感来说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福音 这个就是让我们 能够从人的这种判断当中 或者过分敏感的良心当中 得自由 让我们好好的去讨神的喜悦 让我们去自由地 来去服侍神 来服侍人 这是第一个方面 就是说 第一个方面就是让我们看到 教会的领袖最终 是要接受神的审判 所以他是要向神负责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什么时候的审判 圣经上说时候未到 眼情尚未显明 如果我们现在就 快速地做出判断 其实是不明智的 也是常常会出现错误的 这里不但判断 不是说基督徒 不可以去有这种分辨 不可以做出判断 而是说 我们的判断是忽略了 主再来的事实 而是说我们不从神 最终漠视的角度 来去看待事情 就是从我们的 现在对事实很有限的把握 我们只是从这个 眼见的一些东西 去做出最终的判断 这个是不明智的 神不要我们做出 这样的判断 而且我们发现 我们人就 特别容易这样子 我想也是出于人的骄傲啊 我们很容易 就是得到一些 很片面的一些信息 然后就做出一个 百分之百肯定的结论 而且不容其他人质疑 因为发现我们 我们在一起吵架 是不是常常是因为这个吵架 我们常常是 对一个人的评价 我们没看到很极端 对一个事情的看法也很不同 然后就开始吵起来了 保罗提醒我们说 时候未到 主尚未来 不要做论断 因为主的 我们没有显明的隐情 我们 你是神啊 你能够看到人的隐情吗 人是很复杂的 唯有烟花能知道人的心 我们很多 我们看到的是外面的 我们并不知道人的心 我们也不要尝试像神一样 去判断人的心 那比起其他的罪啊 我在想 比方说在性方面的罪 我们基督徒马上就知道了 我们马上就可以去明了 可是我发现在今天的教会 可能比性方面 更常见的一个罪 也是更不容易 觉察的罪是什么 论断 就是论断 你想一想 你跟一个弟兄姊妹的 一段时间的一个对话 你会不会听到 包括从我们自己口里说的 对各种人的这种论断 批评指责 可能十分钟 他可能都能够论断五六个人 就是我们可能对性方面 我们马上很惊觉 可是我们对我们的口舌上的论断 可是我们常常就习以为常 这个其实要提醒我们 其实我们要特别地警醒 但是我也看到 教会有一些 非常属灵成熟的弟兄姊妹 他们在分享他们的看法的时候 他们会这样说 我了解得不太充分 我的认识也很主观 我的看法也许去错的 然后再说 听起来好像 是不是有点不必要 但是其实这是说明 在神面前有一个 很警醒的一个心 就是我们在分析室 看一些人的时候 因为我们说的都不算的 这只是我们很有限的 甚至片面的 甚至错误的一些看法 我们知道最终是主是审判的 我们最终是要等候主的审判 我记得在我刚开始服侍的时候 我听到过一些话 我现在想一想 现在是笑的 但是当时听到的时候 是让人哭的 他说你这个传道啊 你这是教会的蛀虫啊 因为你知道教会 作为传道 你在教会服侍 是拿教会的薪水的 还有呢 可能你去讲一个东西 他不爱听 就是说你这是假教师啊 但是现在我去 之前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现在我想想 笑笑就过了 因为我知道 最终审判我的是神 我要面对的是神 后来呢 这些好几个人 他们后来这样说的 后来他们找我道歉 后来他们说 哎呀我当时很不成熟 我说我们都经历过 不成熟的阶段 因为我自己也干过这种事啊 我自己也论断过人 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论断过人呢 我们有没有论断过我们的牧者呢 真是求神赦免 也让我们彼此接纳 彼此饶恕 那在讲完不要论断以后呢 保罗就接着警戒 格林多这些信徒啊 对领袖的错误的态度 亚伯罗 保罗 基法 他们都是神中心的管家 那信徒 你想想 都是很优秀的一些仆人啊 很忠心的仆人 如果这些格林多教会 他能够谦卑地 受教从这些人身上 能够学习 不同的领袖学习 这个对他们来说 是多大的祝福 是不是 然而 他们这些不同的领袖 不同恩赐 不同风格的领袖 来去服侍他们的时候 不仅没有让他们 更加的谦卑受教 受益 反而呢 成为他们 结党纷争的口实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们去效法领袖 越过了圣经的教导 他们就自高自大 贵重这个 轻看那个 自高自大 原意就是吹嘘 膨撞的意思 就是引申为一种 怎么说 过度地夸大自我 离开圣经的准则 去看待教会领袖的话 人就很容易骄傲 那格林多人 你会看到他们做的 他们会高抬 他们喜欢的领袖 而贬低 他们相对来说 不太喜欢的领袖 在这里很明显 很多人就高举亚伯罗 然后就贬低 保罗 不知道弟兄姊妹 看网上 有没有注意 有一个文化 叫做饭圈文化 饭圈 就是偶像 他们追星的 那这个饭圈文化 就是说很多的明星 他都有自己的 那个粉丝团 一旦一个粉丝 他们觉得 他们的爱豆 就是他们的偶像 被欺负 或者说 比方说照相的时候 没有站到C位 就是站到最中间的位置 他们就非常的义愤填膺 然后就吵架 或者说在一个 在一个节目当中 他出现的时间 不够长 特别是跟他同级别的偶像 比他少一点 这群粉丝啊 你去看 你注意的话 他们在网上就组团去骂 还有一个老的艺术家 是说提到一个名字 他说我没听过这个人 然后一群粉丝 就跑到他的微博下面骂 骂到直到 他不敢再用微博了 你会看到 这个 这个以至于到 很多国家媒体 甚至 中央媒体都去指责 这种乱象啊 就是现在娱乐圈的乱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你会看到格林多的教会啊 他是不是一种 饭圈文化啊 就是他们会 踩 怎么说 要捧高踩低啊 因为看到这些 跟这个饭圈 没有什么两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这些极端的事件呢 为什么信徒会面对 教会的这些中心的领袖 会去捧一个 踩另外一个呢 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 就是他误解了恩典 误解了恩典 经常说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 若是领受的 为何自夸 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我们所有的基督徒 在十字架的面前 都是一样的 我们所有的人 在十字架面前 都是一样的 除了我们对神的亏欠 除了我们自己的罪 我们没有什么 可以带到神的面前的 我们不只是零 是个zero 我们是负的 所有的人在神面前 都是得罪神 都是亏欠神的 如今我们都是蒙了 神的恩典 我们或做这些 或做这样的人 或做那样的人 或有这样的恩赐 或有那样的恩赐 我们被得救 被称为义 得儿女的名分 神给我们恩赐 让我们得以服侍她 服侍她的教会 包括神也将她的 各样的领袖 赐给教会 我们今天得到了这一切 从圣经来说 都是什么 恩典 都是恩典 恩典是什么 恩典是你不配 而得的 既然这些 都是不配儿的 既然都是从神来的 我们有什么 好骄傲的呢 我们要为着 自己的身份 为着自己的恩赐 或者因为你 跟某一个领袖 走得比较近 而去骄傲 你发现这些 都是不成熟的 一种表现 都是说明她 不真的认识 神的恩典 人的错误 就是往往将 自己的礼物 作为自己身份的标志 或作为 或作为 纷争的一个源泉 我们知道 现在大家对 那个富二代 印象不太好 为什么呀 因为它不是 靠自己证的吗 那如果 我们基督徒 我们因为神 给我们的恩赐 我们去这样 炫耀的话 我们是不是像 那个富二代 这不是我们 可以炫耀的 就是说 就是我们很容易 把我们得到的礼物 作为我们自身的标志 和身份的源泉 这恰恰说明 我们不明白 神的恩典 不知道向神感恩 要知道 不管是我们的 生命的改变 或者我们有机会 参与服事 诱惑神将领袖 赐给我们 这一切 都是出于神 都是出于神的恩典 都是我们 不配而得的 一旦我们 觉得 这是我们应得的 或者甚至我觉得 我该得 神亏欠了我 一旦我们有这种心态的话 那各种的骄傲 嫉妒 纷争 就来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第一个方面 就是人为什么 会出现这种问题 就是人会 误解恩典 正确的态度就是 要常常 以我们所有的 向神感恩 彼此谦卑 让我喜乐地 来使用神给我们 所赐的一切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原因 是因为哥林多的人 他们有一个 错误的神学 他们有一个 过度实现的 漠视论 over-realized eschatology 什么意思啊 这个词有点大 就是说 我们知道 我们已经得救 可是我们还没有完全 我们已经被称义 可是我们还没有 完全成生 还没有得入 就是这个叫做 already but now 就是依然与未然 这种错误的神学是什么 他们看不到 依然与未然之间的区别 他们认为 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 你看哥林多人 他们怎么说啊 我们已经饱足了 已经丰富了 已经做王了 确实哥林多人 他们是凡是富足 口才知识全辈 而且呢 他们从圣灵得到 一切生命的丰富 按说这样的福气 应当是叫人谦卑的 会激励人 走十字架的道路的 然而 他们走上了 另外一条 错误的道路 是一种 虚假的凯旋主义 transformism 就是虚假的凯旋主义 就是说 什么叫做凯旋主义 就是说他 看不清 在这个世上 我们是要通过走 十字架的道路 来得到荣耀的 他们是想 避过十字架 直接宣布 我们现在已经得荣耀 我们现在已经得到 已经成就 听起来很好听 但是 这其实并不是 圣经的教导 因为他们看不清 真实的光景 更看不到 十字架门头之路的必须 其实就像老底家教会 一样 他们说什么呢 我们已经富足了 已经发财了 一样不缺 却不知 你是那困苦可怜 贫穷 瞎眼 赤身的 也就是说 Yes 是的 我们已经有神 在我们里面 已经得到这旧恩 我们有各样的恩赐 可是在现实当中 我们依然会面对 我们的软弱 依然会面对 这个世界的败坏 依然又面对 撒旦的这种各种的欺骗 我们依然会面对 弟兄姊妹的软弱 我们是需要我们来去 走这条十字架的 但是这种 格林多你会发现 他们是抗拒走这条十字架 宣扬一种虚假的 凯全主义 那对于格林多人的 饱足丰富与作王 看使徒是怎么说的 保罗怎么说 他说神罢使徒 明明列在末后 好像死罪的囚犯 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 给世人和天使 观看 在这里面有两个画面 一个画面是 罗马的这种凯旋的将军 就是他要进城的时候 是有一个盛大的 这个凯旋的仪式 通常他走在最前面 然后这些士兵 最后走在 最末的是什么呢 是那些战俘 保罗说 你们已经得胜了 你们已经凯旋了 我确实好像 在世上好像这个战俘一样 而战俘的结果通常是很惨的 很多的时候可能被处于死刑 另外一个画面呢 是斗兽场 就是说这个庆祝的场面 最后会有一个在这个 斗兽场或者说竞技场 放了那个图片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 古罗马的那种 娱乐的方式 就是说他让囚犯与囚犯 让这些囚犯与野兽 在场上格斗 然后以来取悦 取悦就是坐在这种席位上的 这种打官啊 一般的市民呢 他们就是来看这个 保罗说 我们就好像 在这个斗兽场上 是一场戏 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的 没有尊严的 没有荣耀的 这是使徒 你会看到 来对比一下 哥林多人 他们以为的基督徒的生活 而使徒告诉他们 真正的十字架的 门徒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使徒们的经历 跟哥林多信徒的 自我认知 形成贤明的对比 不仅如此 保罗继续说 我为基督的缘故 算是愚拙的 你们在基督里 倒是聪明的 我们软弱 你们到刚强 你们有荣耀 我们倒被藐视 大家看到这种对比了吗 使徒的愚拙 对比哥林多人的聪明 软弱对比强壮 被藐视 对比荣耀 确实如此 你看保罗在 你如果看使徒行传 看这些使徒 他们可以说是 四处奔波 居无定所 他们在各处 他们是作为外人的 作为外人 他们到一个地方去 他们没有任何的权利和特权 在各处 数次地被逃跑 被人打 甚至被当成罪犯 几次经历死亡 而他们之所以经历这些 都是为了宣扬 被定十字架的耶稣 是世人的拯救 他们实在是 跟随基督的教宗 经历了主耶稣所经历的 也在基督的十字架上 在基督的受苦上 与他联合 与哥林多人相比 使徒们呢 又疾又恶 又赤身露体 又挨打 没有一定的住处 并且劳苦 亲手做工 显然哥林多人 并不明白 十字架的道理 他们要的 他们也说有十字架 但他们的十字架 是为了逃避走 十字架的道路 是为了避免 十字架的苦 而想直接进入荣耀 直接得胜 然而 没有经过十字架的苦 又何来 十字架的荣耀呢 这是讲到第二个方面 就是说他们有这种 错误的 这种过度实现的 漠视的神学 或者说是一种 荣耀的神学 凯旋 凯旋主义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他们 并没有真正的 效法 使徒 使徒们是如何面对 这些逼迫 这些苦的呢 使徒说 我被人咒骂 被人咒骂 我们就祝福 被人逼迫 我们就忍受 被人毁谤 我们就善劝 如果有人骂你的话 你能够忍住不去 回嘴吗 如果有人毁谤你 你能够做到 不搭理 已经很难了 你还能 好好地跟他 讲话吗 如果被逼迫 你不去报复 已经不容易了 你还能做到 去祝福他吗 你会看到这里面 其实都是一些 反核性 就是看起来 很矛盾的 格林多人 他以为的荣耀是什么 你会看到 他们其实要的荣耀 是这个 还是这个世界上的荣耀 可是保罗说 真正的荣耀是什么 是他有能力 在面对 咒骂的时候 能够去祝福 面对逼迫的时候 能够忍耐 面对毁谤的时候 能够善劝 这些如果没有 十字架的能力 没有人可以做得到的 这里面 其实他们身上 活出的是一种 福音的能力 是一种十字架的能力 十字架让人 在这个世界上 极难的环境当中 能够经历神的能力 能够做出 福音的见证 而这样 正是教会所缺乏的 就是十字架的能力 圣经也说 耶稣也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单单 对那些爱你的人 你爱他们 那你跟外邦人 有什么区别呢 可是如果你能 爱你的仇敌 如果你能够 饶恕难以饶恕的人 如果你面对 一些误解的时候 你还能够 为他祝福 你面对攻击的时候 你还 依然不怀恨在心 这个其实是十字架的能力 这个是福音的大能 这个是教会 所需要的一种见证 而且保罗说什么 他最后说 他到如今 依然被视为世界上的污秽 万物中的渣子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 看到这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 跟你眼中的保罗 你脑海中的保罗 有点不太一样 也许如果不一样的话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我们好好地思考 我们是不是也误解了十字架 是不是我们也误解了教会的领袖 最后呢 我们来看 哥林多教会 他没有真正地去效法基督 去效法使徒 那最后呢 保罗就劝他们 是以慈父的清偿 来劝他们 来去效法他 其实如果你读刚才的经文的话 你会觉得保罗的话 其实是很刺耳的 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 一定会让哥林多觉得很羞愧 一定会让他们觉得很难受 保罗说 我的目的不是让你们羞愧 痛苦或者难堪 这不是我的目的 尽管他们确实感到羞愧 痛苦和难堪 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而是出于一种为父的心肠 让他们可以回转 哥林多人保罗说 他们是因着福音 成为基督徒 获得了新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保罗用了福音来生了他们 就是他们是保罗 福音的儿女 而保罗是他福音上的父亲 我们经常说 like father like son 就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这里面就是保罗 他用一个属灵父亲来 劝他属灵上的孩子说 我求你们啊 我求你们效法我 既然是我属灵上的孩子 你们的生活言行 你们的见证应当是跟我是一样的 否则的话你们怎么能说 是我属灵上的孩子呢 我们教会作为使徒传承的教 从某意义上来说 我们也都是使徒们的属灵上的孩子 我们也应当去效法 我们属灵上的父亲 效法保罗 当保罗求哥林多人 效法他的时候 其实也是暗含着一种意思说 他属灵了孩子 并没有去效法父亲的生命 一方面保罗是现身说法 保罗叙述了他为着基督的缘故 成了何等的人 遭遇何等的苦 而且他不仅如此 他还特别地拆遣 注意啊 拆遣提摩泰来为他做见证 他称提摩泰你注意啊 他称提摩泰是什么 亲爱的忠心的儿子 亲爱的忠心的儿子 就是让他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 一个保罗属灵上的儿子的样式 给这些哥林多人看说 这是我属灵上的儿子 他是怎样的忠心来去效法我 而我是效法基督的 一方面是提摩泰是作为活生的见证 另一方面呢 提摩泰是有一个任务的 他有一个使命的 他的使命是什么 就是将保罗 他的生活 他的言行 再次来讲给他们听 因为这一段只说了几句话 那提摩泰需要把它完整地告诉他 保罗如何在各处做见证 如何为基督的缘故 到处去传道 就是他们需要通过提摩泰 来去讲保罗的他的服事 同时也是把保罗 他在各处的教导 要讲给他 这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呢 很有可能 这封信 提摩泰是作为一个 带着这封信 来到哥林多的教会的 也就是说 这是保罗来劝他 来去效法他 不仅前面他讲到现身说法 也是拆派提摩泰来到他们中间 让他们来去效法 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想一想 我们很多人成为基督徒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很好的见证 一些属灵上的父亲或者母亲 我们的生命被一些翻转 在遇到很难的时候被神改变 可能神就是借着一些 属灵上的一些父亲或者母亲 对我们生命的激励 其实这些应当成为我们一生的财富 应当我们说 我们有没有在继续效法这些人呢 我们有没有在效法他们的榜样 他们在效法为基督的缘故 吃苦 操劳 而这些其实是有助于我们 是激励我们的 其实可以的话 我鼓励弟兄姊妹 可以去读一读这种教会的这种树灵的传记 你会看到 神如何使跟我们一样 普普通通的人 如何使用他们 做神很不一样的工作 如何借着他 大大的祝福神的教会 复兴神的教会 这些应当是我们去效法的榜样 最后保罗还直接地 警告到教会当中的一些 捣乱分子 就是说是一村自高自大的一群人 尽管格林多的教会 其实是出了问题 是受到了影响 可是真正搅动这个教会 其实是很小的一村 捣乱分子 你知道 有的是教会当中 它就像一个面团一样 而一些恶 它就像那个教母一样 如果你不除掉那个教 整个面团都会被发起来 它会影响整个的教会 而格林多的这些小村人 是什么人呢 保罗称他们为是自高自大的 这群人不只是不喜欢保罗而已 而是直接攻击保罗 特别是保罗他在前面 他说他要去拜访这个教会 但是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去成 然后他们说 你看保罗说话不算话 然后就成为继续 更加来攻击保罗的 这个口实 显然保罗说 他不想给这些人借口 他说主若许可 我必快来 他要亲身领导 要直接面对这群 攻击他的这群人 我没有办法想象 可能是我的话 我遇到这种情况 我可能逃跑都来不及 可是你会看到 他服侍的不是这群人 他也不怕人 他服侍的是神 他也深深地爱着这个教会 尽管这个教会 怀疑他的身份 怀疑他的动机 尽管这个教会有各种的问题 可是他称这个教会为圣徒 他表达他对这个教会的心 像一个为父的心 你会发现 这是一个真正的 一个属神的人 一个忠心的神的仆人 他对于服侍的态度 他对于他所牧养 教会的一个心肠 你会发现 这不是一个故宫的心肠 这是一个牧人的一个心肠 你会看到 保罗他面对这些人 他说他关注的不是 这些人说了什么 攻击他的话 而是说 他们有没有 跟神的国度连接的能力 要知道哥林多的人 最不缺的就是口才 知识和世界的智慧 保罗关心的不是这些 他关心的是 你们有没有活出 天国子民的见证 有没有经历 你们身上有没有 这种十字架的大能 显然 这群人他们自高自大 他们嫉妒纷争 他们对保罗的攻击 论断 其实已经很显然表明了 他们没有活出十字架的福音 他们身上没有十字架的大能 保罗怎么说 保罗其实是威胁他们说 你愿意我怎样呢 是让我带着形杖 来就管教你们吗 还是如父亲 管教儿子一样 带着温柔慈爱来呢 你会看到保罗这样说 其实也是给这些人机会 给他们机会 让他们悔改 让他们回转 不至于保罗到时候去管教 管教不代表着不爱 管教正是处于爱 管教是将走迷走偏的 能够使他回归正路 这也是牧养当中 管家的一个重要的职责 最后我们总结 我们基本上是对保罗 关于这个教会纷争的 可以说是做一个小结了 这是关于教会纷争的最后一讲 就是如何看待教会的领袖 教会的领袖是神的管家 当在一切的世上中心 教会的领袖是向神 而非向人负责 并且要带领整个教会 带领所有的人一起来面对神 那作为会众 作为教会 我们要效法 那些树林上的领袖 来走十字架的道路 要摒弃这种凯旋的这种虚项 要效法领袖 要接受慈父的管教教导 来一同来经历神国的全能 今天的信息就到这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 谢谢你将你的圣言赐给我们 求你也借着这一段 圣经来更新 来改变 我们对教会领袖的 看法和认识 主啊你也提醒我们 做服事的 要在神的家有忠心 求你的恩典 临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让我们知道 我们都要面对 神最终的审判 让我们在服事的当中 是淡淡逃神的喜悦 也让我们在现实当中 就经历 您十字架的大量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